到达七分八十一算的九岸国秀头前的路面 因为年故失效 破顺劳固影响到家庭和家庭的交通安全 为处本人管政府这次就在专门经费 占对路面来进行改善 以该改善九百五十米的路面 港町总经费三百万 那时顺利在每年一月车里 就能完工 保重用路人的行车安全 九岸国秀头前这条路面 因为年故失效 劳固破顺 影响到用路人和 核心的交通安全 也因为这条路是连接 旧安利涵刚处理两个地方 对附近的疾病来说影响很大 这条路你有什么问题吗 这条路是没问题 你开车都会转转转转转转 关机有差 对关机有差 九岸国小前面 这个九岸南路的这条管道 就是很多家长 有反映说年久都没有修复 这个导致路面都一定含糟 还会加蚕糕 如果道路上能更平 是不是更安全 不会一直颠簸 这处精修的路段 最主要的问题是路面破顺 所以港顿上的针对路面 重心来做精修 基本让佣路人 有一个安全的行车环境 港期二处30天 顺利的位 每年一月二号就能准港完行 那今天要改善的路段是 从九岸国小一直到瓦处这边 这个路段 那它的长度有953公尺 那我们改善的方法 因为这个路面老化严重 所以我们把路面做5公分的A7刨铺 那预计呢 在12月4号来开工 那公期一个月 因为时间这么近年底 经费比较不穿搓 这处管理就利用主要款 300万来做工程经历 并将来会加强路基的温定 让道路能够回来输用 所有的这些结余款 整理出一些预算 来进行抢修 进行整个路面的一个改善 那所以我想今天特别来会看 那预计12月4号呢 就要开工了 那大概有30天的这个工期 那最重要我们在路基的这个监测上 路基的稳定上 我们会强化 那也希望品质的这个稳定 更加的牢固 我们会对厂商多加要求 道路是维持地方交通的重要件事 这处的经修工程 对用的人来说 除了提心安全性 对道路的品质和人民的观念来说 也能有一定的提心 记得到我们下期再见